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由Brusa Malaysia举办的战胜马骨散户片 我是Shenju,很开心可以成为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一位很年轻又很出名的讲师 来跟我们探讨如何散户才能在马骨里面创造盈利,创造财富 相信大家都有听说过散户很多在股市里面亏钱 好像也有数据显示,十个散户里面就有七个是亏钱的 两个左右是break even,只有一个赚钱的 到底散户真的是有这么难赚钱吗? 今天我们的讲师就会跟大家探讨散户如何可以在马骨里面创造财富 然后战胜马骨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就要做一个免责声明 所以这场线上讲座位的所有的 如果我们讲师有讲任何案例的自己案例分析 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所以所有大家的这些买卖都要自尽自负 所以全部纯粹是属于教育用途,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那在我介绍我们的这位讲师之前呢 其实以前,因为我是来自Benang 所以有一次我回Gampong的时候就听到人家 而且说Benang有一位很出名又很年轻的一个讲师 如果我有回Benang的话一定要邀请他出来跟我们分享 终于有机会可以见到股票队长Chak本身 然后邀请他上来我们这个Bursa Malaysia的讲座会跟大家分享 如何可以战胜马骨 所以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Chak队长跟我们来分享 那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师 那Chak呢17岁就开始接触股票投资 哇,很早啊 2015年呢就获得Remister的执照 在这方面呢已经有大概6年的专业经验 那目前呢他已经服务超过了1000名投资者 那自从2014年期他也是很活跃的在Facebook做Live了 我也常常去support一下 去跟老师学习一下他分析的一些个股分析 然后他也是培训了超过2500名学员的股票老师 所以如果你有在Benang的话 当然还不止在Benang分享 他还是来KL啦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老师的一些Facebook Live OK, now,事不宜时,Chak OK吗? Yes, good OK, cool 所以我现在就把你变成Presenter了 OK, so I'll choose TakeOver Yes,很感谢今天你出席我们的线上讲座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说 All right, so 现在我拿过来,对吗? 对,看到你的slide了 OK, so,可以看到了,对吗? Shin,现在是可以看到了,对吗? 对,看到你的slide OK, so here we go So,首先非常感谢Shin邀请我今天上来这个Busa的Event 就给大家做分享啊 首先,在我开始之前呢 首先是需要很感谢大家 就是我知道今天是星期三的晚上 大家放工后 你可以选择在家看戏 你可以选择就是去打游戏 或者是做等等等等其他的不同东西 但是今天你选择出席我们今天这场Web面呢 就代表说你对股票投资呢 是有一定的认证 而我也Promise 我也不会Take你的认证for granted 就是我会Do my best 在接下来的这个一个小时半的sharing里面呢 把我最好的都给你们好不好 So,如果说so far你们可以听到的话呢 可以给一个comment个yes在下面让我知道一下吗 So,让我知道目前这个live呢 是进行的顺利的 OK,也顺便告诉我们你们从哪里来的 你们来自Saba啦、Sarawa啦、KL啦、Penang啦 Oh, yeah, yes 就好像先讲了 Let me know,comment below Let me know 你们是来自哪里的Penang啊、KL啊、还是Johore 我们看一下哪里的朋友比较多啊 因为今天也是我们的第一次 I'm speaking at BUSA 的web me know 我觉得上一次在BUSA演讲 应该也是2016年的事情了 所以四个多年了 So,现在呢 就也感谢Shin给我这个机会呢 有机会呢 叫做在这个BUSA做这个conformation呢 来这边做这个分享 Yeah,有好多个来自新加坡 有好多个来自新加坡 有我们的朋友来自新加坡 Wow,新加坡 新加坡,哇,真的是 很想过去 然后也因为lockdown的关系 没有办法 我也是好久没去新加坡 Hi,Hi,Hi,新加坡的朋友 Hello,Hello OK,Sarawa也是有啊 OK,Sarawa也是有啊 So,Thank you,谢谢你们的comment Thank you,Penang OK,有KL OK,好,谢谢 谢谢各位 OK,So,其实今天我主要想探讨的东西呢 就是我本身在行 因为我是Remyser 就是目前呢 也是叫做服务者超过1000名的投资者 那我想跟大家share东西 就是在服务了超过1000名投资者 然后加上在Doing Professional in Remyser 也是有6年的经验 同时也是在全马做过这个training conductor training coaches more than就是2500名学员 So,我想跟今天是一个叫做静活版 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如何让散户 做到可以战胜马骨 因为就好像刚才Syn有谈到的就是 那个数据就是基本上散户里面 可能10个里面真正赚钱的就那一两个 那到底怎么样 我们不敢讲说100% 你现在听完这个之后 就可以让你成为那一两个 但是怎么样让你更加接近 我今天不是一个叫做 Selling Dream的一个talk but我们talking about实战 就是怎么样让你进一步 靠近这一个位置 让你可以成为那一两个人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我们讲说 when talking股票 其实在做任何事情都一样的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到底你为什么投资股票呢 comment below让我知道下来 你为什么 what is the purpose 你投资股票 因为如果今天你不知道 你为什么投资股票 这样你的那个方向就没有的 就好像我们讲说 今天如果说一艘载大的船 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这样子 他载大载也没有用的 因为他根本没有一个重点 有学员就说 有学员就说 有多一个收入 有多一点的收入 创造财富 建立passive income 被动收入 其实我看到一个换钱对不对 yes 其实我 不不好意思的 对 没有错 其实最直接的答案呢 就是我们很喜欢这个男人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讲说 probably这个 这个男生呢 就是全马来西亚 最帅的样子 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喜欢的 大家都是最直接的 就是钱 是的 今天我相信 我们投资股票的那个目的 最直接的就是赚钱 没有错的 是的 没有错的 就是赚钱 除非你有一些 艺术的答案 比如说 可能我投资股票 是因为 我爸爸叫我投资股票 我没有投资股票 他打我这样 或是我老婆叫我 叫我讲说 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爱好 OK 这个我就除外 这样 我们讲一个 majority答案就是 相信大家 投资股票 其实最直接的目的 就是要赚钱 so ok 这样我们下个答案 这样 怎么样赚呢 so我们讲 first thing就是 你要understand那个reason 就是说 为什么你要投资股票 这样OK 你讲 是赚钱啊 这样下个答案 像怎么样赚钱呢 我们就是从 从从 从外 OK 我们看how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how的 你才能produce result的 这样如果你 you don't know the how how do you make money 就说你需要知道 怎么样 你才能做到那个成绩的 对不对 so ok 我们看到不同的答案 就是有可能有讲说 买入好基本面的公司 有些就 就啊 就是 就是买买住赚钱的公司 等等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讲讲一下 其实最直接的答案是什么 最直接的答案就是 你买的股票 要会涨 ok 对不对 我们讲说 你买的股票要会涨 你买的股票要会涨 so allow me 我开那个 scrash 叫做 show给大家 那个画面一下 so the first thing 我们讲说 why 你投资股票 对不对 ok why 为什么你投资股票 so why 先问那个why so你讲说你要赚钱吗 对不对 你要赚钱 ok 对 which is same to i 就是我也是 我也是要赚钱 很直接的 so我也是想要赚钱 这样下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赚 最直接的答案就是 你买的股票 一定要会涨啊 对不对 你讲说买什么基本面好啊 他跌给你看啊 都是假的 对不对 so allow me just to be straight to the point 是不是 你跟我讲 你买到 example 你最高任何 最近的 我打个比方 let's say 你supermax啊 这些我们讲 就算今年的superboog股 这些你买到很高 现在你还是 亏钱啊 如果说你买最高的话 你亏钱就是亏钱了的 亏就是亏了的 对不对 so我们讲说 你买的股票 make sure 你要买的股票 要会涨 就你买入之后 要会涨 这样下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样的股票 会涨呢 so我们看next so我们讲说 first thing 为什么你买股票 因为你想赚钱 这样你想赚钱的话呢 这样下个答案就是 下个东西就是 你要买入一个 会涨的股票 因为你票不会涨的话 你是不会赚钱的 ok 这样我们再推 下一个问题就是 这样会涨 什么样的 票会涨 ok 我知道会写 fundamental 主题等等 这些 对不对 I mean can be a lot of vision 什么老板 等等 新闻等等 对不对 so but最直接的答案是什么呢 最直接的答案是这个 一样 back to这个东西 钱 什么钱呢 就是资金流 就是说有资金流入的股票 它才会涨 就好像我打个比方 let's say 我们讲说一个properties so let's give an example 打个比方 let's say我们讲说 pavilion附近的 这种condo let's say那个condo 现在卖这可能是 我们讲说 现在市价是两个million so就是我们讲说 seller seller 物主owner 他要卖两个million 可是市场的人 目前 只愿意用 maybe 1.7million去买而已 so他跟那物主讲说 你要就1.7 1.7我就on你 如果说er的话 sorry 我们做不到 因为market 没有一个buyer 会出er 就是2million 来买那个property 所以说 现在来说的话呢 将这个property 目前的value 到底是2million呢 还是1.7million when all the buyers only willing to pay 1.7million to那个property so这样子的话 情况 那个property 就不可能是在 2million对不对 so所以说呢 基本上那个价格呢 是由 那个市场的buyer buyer愿意用多少钱 去买它 他才有那个value same to股票的 像股票一样 股票它要涨 一定要有buyer 一直willing to吃票 对不对 它才会涨嘛 不然的话 你讲说fundamental 好赖一大堆啊 你也看到很多 so-called fundamental 你觉得fundamental 很好的公司呢 是不涨的 甚至可能到最后 会导致投资者 亏大钱的 是不是 我们not talking about giving any examples but I believe that 你看过很多 这样子的案例 ok so下个问题就是 ok 我们讲资金流入 这样 什么东西 吸引资金流呢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回到了 东西就是 所谓的 fundamental ok fundamental 可能利好业绩啊 开始叫做业绩复苏啊 等等这些东西 或者是 主题 好像我们最近这样子啊 很多就是那种 vaccine啊 那种 叫做手套啊 只要有关系的 就会涨 所以说 这是主题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跑不了的 就是 technical ok 就是技术上 因为 市场上 除了有fundamental的人 还有technical的 他会翻译看technical的 breakout 看到breakout 他们就呼吸下去了 所以说 就是有这种 三种的 三种的那个原因呢 导致资金流 所以说 为什么 我一开始呢 我需要让大家 understand 这个graph先 因为如果 你没有understand 这个graph 这样子呢 我们等一下就 你会觉得说 这么我讲的东西呢 是好像 有点次序 跟一般上人 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说呢 今天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呢 并不是一个 从书上 等等那种的 theory的东西 我想要给你 这东西就是 实实在在 我本身 在股票投资 超过十多年的经验 同时也是 也是在成为 remister service 超过一千个 客户 一千名投资者 然后 更同时也是 叫做全马 配信超过 叫做 2500名 学员的股票老师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 总结给你的 所以说 今天你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is thing first before we proceed to our strategy OK OK so far so good 这个graph大家 OK了吗 OK的话 写个OK 给我知道一下 OK OK 谢谢你们的 comment OK 谢谢 谢谢你们 comment so far我们有 400名的 那个 在线的学员 so against for those 刚刚上来的话呢 我welcome你 来到这个 Seminist so 开始我们要 进入我们的 strategy了 so我希望呢 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能的话呢 把任何 可能会 distract到你的 东西呢 给叫做 移除 或者是 从你视线中 拿开 比如说 现在你的手机 可能是 开始instagram youtube等等呢 就把它给 拿开啦 因为很简单的 since 你都已经 来到这边了 所以你不来 你已经点击 进来这个webminar了 so 这个webminar 是到十点 罢了 就是到十点 so you have the choice 到十点的时候 这个webminar 你是听一百percent的内容 还是你听一般 不听一般 so 而且你自己去衡量一下 到底今天 我们所听进的一些东西 对你以后 是否真的有帮助 还是你觉得说 在instagram 说那些东西 是对你以后 比较帮助 maybe I don't know so你自己 去衡量一下 所以说 you have a choice whether你要听一百percent 还是要听 10percent 20percent ok so你自己去决定啊 so如果说可以的话呢 if you are serious I'm serious here to give you my best 就是说 my best sharing all right so很简单 我们回到刚才的 我的这个 slide 因为今天我想探讨东西 是什么的 我觉得在 叫做 在 行六年 就是service的 这样多的客户之后呢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发现到 其实很多 散户啊 就是我们讲 基本上我也是散户啊 就是说一般投资者 因为我们讲说 只有两种啊 就是 either你是 叫做 institution 就是说机构投资者 或者是 散户 但是 如果回归到散户的话呢 我觉得 OK 这是一般上 我们讲说 市场定义 市场定义 资金的那个意思 either你是 Retualer 你是institution player 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 如果说要进一步去 分析的话呢 要去定义这些资金的话呢 我觉得只有两种钱 OK only have two kind of 叫做资金流 OK 两种 只有两种的资金 第一种叫做smart money 第二种叫做dump money 什么意思呢 smart money就是赚钱的钱 就是说这些钱 它投进去 叫做这个debictal market之后呢 它是可以赚钱的 那第二种dump money就是呢 真的是我们叫做 被人家吃的鱼 就是成为股市的 贡献者吧 OK 难听就是牺牲者 好听就是贡献者 我觉得 去sit the point 就是两种 either我们讲说 it's not about 你的贩有几大 或者是 你的投资年龄有几九 it's about你赚钱 还是不赚钱 我觉得赚钱就是赚钱 不赚钱就是不赚钱 OK 所以说我讲说是smart money 跟dump money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so how to become smart money so you can actually beat the market so我们来看看一下 我本身是一个fans of football so我很喜欢踢足球啊 就是从 从叫做小学开始就喜欢踢足球啊 来我们看看下 这些呢 基本上是我们可以讲说是 当今主堂里面的顶级球队 当今主堂里面的顶级球队 其实我们来看看下 这些顶级球队 基本上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的 来猜猜看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可以留言留言留言一下 如果你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如果你要关注注球队的话 最直接的东西是什么 最直接的就是你会看到 它们都有superstar在他们的球队里面 对 amir right 有一些 他们都有superstar 都有明星 在明星球员在他们的球队里面 所以代表什么 它们都是拥有strong player strong player的球队 而不是weak player 但会有一些想象的 但是主要呢 为什么 什么原因支撑这些球队 可以去拿冠军 可以become the top of the world 就是因为它们都是有这些 很强的学员在里面 那其实一样的东西 问一下你目前的投资组合里面 是否有没有一些强股 因为只有强的股票 才能真正帮你赚钱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 如果你是散户的话 就说好像我们是散户的 你应该要用散户的方式去投资 因为我知道 很多人 很崇拜那种叫做 一些世界级的大事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是这样子的选择 我不能讲说 不对 我 still respect 但是我本身 我本身呢 是不赞成了 所谓一开始 叫做 如果你是一开始投资者的话呢 就是一刚开始 尤其是新手等等 就是capital不大的人呢 我是不赞成做什么 so call 一开始就整天想要 long term invest ok 先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不赞成value invest 我是不赞成那些散户 一开始 就想要抱着 long term invest的心态 进入股市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很多时候 when很多那些customer come to me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就会问的东西 就是 这只股票啊 可不可以放长期啊 可不可以放长期啊 但是其实 我们可以看一个 最现实的情况就是 在今天的世界 很多时候 不要讲长期 不要多 五年还是十年 这样子的时间 可能一个两年后 整个行业都会出现 一个很大的转变 赞成不赞成 很多行业 可能两年前是很好做的 可是两年后 直接市场饱和 或者是两年后 直接被个新技术 给取代去 然后那个公司呢 没有跟上脚步 就这样子被淘汰去 所以他现在好 真的不代表他以后会好 所以我觉得今天 when talking about investment 并不是一个叫做 你真的是买了 完完全全不用做功课 不用去盯着他的 我觉得就算今天 你投资在一个实体业 一个现实 我们讲除了股票 外面的生意也好 你都会去 check一下 到底你投资的生意 到底是不是 我们讲说 目前是赚不赚钱 健康不健康 可是 when很多人 来到股票的时候 他expect东西 就是完全丢到进去之后 就要10年后才开上来 那个才开我的破坠率起来 我觉得是 已经是不 make sense 东西 所以一样的 我觉得 来到股票投资 很多人就会想东西 说可不可以 一开始就马上这个东西 例如某某公司 可不可以直接放 long term but the thing 也就是说 很多时候 他们问我那种公司 都是处于down trend的公司 就是可能公司赚钱能力 开始转弱下来了的 股价掉下来的 他们就觉得说 坚持公司 文文的 以前文的 可以视为我 long term 对象 but the thing 也就是说 你要知道一个很直接的东西 就是 我们每个人的资金 都是有限的 就好像这些球队样子 他们派下场的球员呢 基本上 一个team 最多一场比赛 我们讲说 在球场上 可以放几个人 是不是 不管你的球队 是多么的有钱 多么的number one 多么的出名 你下场的球员 就是11位 so since 你都要放他们下场了 我们会讲 我肯定是放 最好的球员下场 对不对 这样 来到股票也是一样的 来到股票投资 since 你都要投资了的 你的钱是有限的 你这笔钱 你拿出来 打个比方 你有个2万块 你有个3万块 甚至有个5万块 就是这笔钱 你钱是有限的 这样你都要买了的 这样 反正你都要买了 为什么 你不选择 最好的选择来做呢 当然 你买入一个 有机会 我们讲说有趋势 在短线就涨上去了 跟买入一个 可能需要 现在是跌着 接下来可能还会再跌 然后以后才有机会涨的 以后也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涨的 这样你会选择前面的呢 还是后面的呢 这个就是今天 我想要讲的 就是如何 叫做孙势交易 暂时马股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想要cover的 叫做整个topic的思维 所以一开始呢 为什么我不要 叫做马上进strategie 因为你会觉得说 很大力我 听你听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 我们的strategie 我们的那个 就是今天的那个 400多位朋友 在线上的 我觉得至少 我们的那个mindset 是要一样先 因为如果说今天 我们的language不一样 等下我讲什么 你是gap 你是都不知道的 对不对 就把比上今天 你要看一部电影 它是一部英文片 so you have to understand 英文先 对不对 你要明白英文先 这样我 那个不信拨算 你才知道 发生什么东西 so一样的 so一开始 我想要搞清楚 就是大家的思维呢 是要一样的先 就是我们都会 我们的钱 都是有限 so今天就探讨 如何叫做 用有限的钱 反正都要买的 如何选到 当下最好的选择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 想要叫做 探讨如何做到 战争马股的 那个内容 ok so so again 就是资金流的东西 ok so接下来很简单 像下一个东西 如何判断资金流 so这就是问题 ok so如何判断资金流 因为我们讲说 回到刚才的东西 就是 你的票 一定要有资金流 它才有机会涨 对不对 so下个东西 就是如何判断资金流 最直接答案 其实呢 在今天世界呢 is not about something 非常复杂的东西 最直接的判断资金流的方式呢 就是直接透过图表 ok 就是透过technical 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社会 我们讲说 maybe 30 我记得30年前 我公公的时代 是用 报纸了解世界 20年前 我爸爸的时代 是用收音机了解世界 10年前 我小时候是用 电视机了解世界 但是今天2020年 我们用什么了解世界 是不是 一部手机啊 ok 一部手机啊 就是我们讲说 一部手机马上可以了解到 事件上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so这就是所谓的什么 我们讲资讯的一个 叫做资讯时代 资讯那个 我们讲说 已经是 很容易拿到information 那个时代 so我们来讲讲 为什么要看technical 我们讲data 数据这些东西 好像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听过一句话 一个东西就是 在很多地方 以前啊 渔村 我们讲说 渔村啊 那个渔村呢 也被人家称为 叫做果妇村 为什么呢 因为 在以前 很多那些渔村 那些渔夫 他们出海了之后 很多时候 是没有回来的 ok 那可是 所以我们讲说 以前 我们讲以前 那些 年轻的渔夫 他要出海的时候 他就会向那些 老渔夫 去 请教 请教说 今天可不可以出海啊 可能那老渔夫 就看看那个天 你讲说 今天可以出海 那个年轻渔夫 就看着天 为什么你也知道呢 他凭的是什么 经验 感觉 对不对 经验感觉 但是今天呢 不要讲是渔夫 你或我 可不可以知道 明天早上 是不是 适合出海 会不会下雨 会不会下暴风雨 可不可以知道 你或我 可不可以知道 可以对不对 怎么样知道 是不是 整个过程 少过20秒 直接拿出 我们的电话 按 weather let's say 我去Penang 就讲说Penang weather 明天 我马上可以知道说 到底明天早上 9月24号 会不会下雨 天气如何 甚至温度 大概是多少 我们都可以大概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数据分析 那一样的 来到股票 如果说今天 股票 他这些价格 等等这些东西 你没有下渔研究 没有仔细去认真 看待他的话 他只是一堆的数字 但是 如果今天 你懂得 叫做用数据 去分析他的话 其实他就是一个 非常有力 帮助我们 在股市判断 作为判断 作为我们 策略上的一部分的 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可以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说 为什么 我们要看technical analysis 因为很好笑的 我们也是看到 就是很多人 那些基本面拍的人 就在shoot 那去attack 攻击technical的人 然后讲说 technical乱乱来的 那technical的人呢 又在攻击说 pandamental的人 讲说 你讲的这样厉害 我看你这条会长 对不对 每次攻击他攻击去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有没有一条法令 规定讲说 你看pandamental 不可以看technical 你看technical 不可以pandamental 是不是 没有吗 如果有货 我早就被捉了 对不对 没有吗 像现在 两个都可以用的话 为什么你不两个一起用 为什么不两个一起用 何必去那边吵架 吵来吵去 吵来吵去 又不说 Busa会给你奖项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说 最直接的东西就是 两个一起用 反正用都不用钱了 明白吗 又不是讲说 又不是有什么一个特别的负担 所以说 我们就来到了 看这个technical analysis technical analysis 怎么样看呢 since今天是一个 我也看那个Busa 没有讲到 so今天是一个叫做 初级版 不是advanced so我就 我相信 让我知道一下 这边有多少位 是叫做 最近一年才投资股票的 就是说 最近一年才投资股票的 可以comment一个yes 在下面 我知道一下吗 或者是 在对technical来说 是新手的 可以comment一个yes 我知道一下吗 我看一下反应如何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说那个 等一下的我们进展 要怎么 如何去进行 OK 我来数数 看到有多少个 太多个 我看一下 OK yes yes 新手 OK 等一下 大概10%左右 OK 还蛮多 就是一些新手 就我们还是要 叫做 照顾一下 这些新手 OK 我们就 talking when talking about 这个 chart的东西 我先 OK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下关于如何判断资金流 其实图表就是最直接判断资金流 最好的一个地方来的 所以我本身呢 就会很喜欢用上这叫做均线 OK 用上均线 那我知道均线我分两种啊 比较普遍的一个是moving average 一个是好像我现在显示的是EMA OK moving average expotential 那 这边呢 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会给大家的呢 是使用这个 14 21 和31 OK 就是用这三条均线呢 来作为我们今天的那个 内容 所以这个三个金讯呢 怎么样去set 当然你可以使用任何的一个 Technical Analysis的那个platform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呢 是使用的是ChartNexus OK 也是一个免费可以下载的 都是免费可以下载的 so 怎么样去set呢 这个东西 so the first thing OK 我 to make 叫做 因为我相信可能有些人是没有 学过的 那我们就cover一下 到底怎样去set so 当然首先呢 就是你去download之后 after download之后呢 然后呢 你就按这个 defort view 然后你打开这个indicator的位置 然后我会点击三个线 在这个位置 moving average moving average 2 moving average 3 so 点击这三个 and then呢 你在这边呢 你又按这个edit so你把它换去14天 记得要click tick这个exponential 可以记得 click这个exponential so你按apply 然后它就会出现EMA 如果说你没有clickexponential 它就会出现moving average which不是我们要的那个strategy 我们的strategy 是使用exponential so我们会click这个 and then apply so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可以吗 so一样就是以此类推 然后moving average 2 一样按edit 然后呢 就是一样 so就是说 把换去21天 然后第三个呢 把换去31天 就是这样子 以此类推三个 so这样 once你看到上面显示EMA14 21 31 then you are ready to go so again 不需要再 不需要再 马上是在做 因为我们觉得还是把握时间 因为这个setting这东西呢 其实是 which你看到 其实是很容易的东西 就是可能你在几秒里面 就可以搞定东西 so I don't think I don't think that you have to waste your time 在那边click了之后 等一下又download不到 等等 so我们今天我们觉得 今天是一个叫做 一个小时半的 一个叫做 近活的一个环节 so我们还是 直接讲重点 so at least呢 让大家可以看到 到底怎样去用 ok so 你可以看到这边 我们就会有显示三条线 红色的是EMA14 蓝色的是EMA21 so 黑色的是EMA31 so 14 21 和31 ok 1421和31 那我们来 我们探讨一个现象 就是很简单 当你看到 红色 跑在第一条 就是说红色 跟蓝色 这三条上穿的时候 就是说 最短的会在上面 就说红色是14天 14天在上面 蓝色是21天 黑色是31天 so当这三条线上穿的时候 这个现象呢 我们称它为 Golden Cross 黄金交叉 ok 黄金交叉呢 表示说 股价 进入一个看涨 趋势的意思 可以就是进入一个 up trend 所以进入一个up trend 那一样的 反过来 当这三条线 出现 下穿的时候 就是说 14天 21天 下穿 就大家向下 下穿的时候呢 下穿这30天的位置的时候呢 就是三条线 向下穿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称它为 死亡交叉 Death Cross ok so黄金交叉 四看涨 死亡交叉 四看跌 so你可以写下 这个口诀啊 so金差看涨 死差看跌 so金差看涨 死差看跌 ok来我们来分 我们讲分析一下 我们来看看一些走势啊 so因为我们讲说 在做股票的时候呢 有一句话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讲说 经常你会看到人家 讲的东西就是 我们要讲就是 回 ok我tap出来啊 就是说 回调或者是回跌 要会分啊 ok我们讲回调 回调或者是回跌 你要会分啊 so回调是机会啊 回跌是风险来的啊 明白吗 so这两个东西 so我们今天就要探讨一下 到底如何看什么是回调 什么是回跌 因为again 今天做股票2020年了 知道 各位朋友2020年了 买股票 不要再凭感觉了 明白吗 很多时候买股票啊 以前人买股票是凭感觉的 对不对 就好像有时 我记得我以前遇到一些 叫做比较有经验的投资者 他就讲说 哦跌了 这个位置我觉得可以买 所以我问他为什么可以买 他讲说经验告诉我可以买 哇 这样我讲谁 佛了我 你投资股票30年了 这样我in order 懂得判断 几时可以买 我需要用30年的时间了 我才可以去知道 是不是 这样我们讲说 那里 现在 做东西 那里要这样等了的 对 不要等了的 如果我们讲说 两年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我为什么要用20年 是不是 没有讲说快不好的啊 只要你快的时候 你的方式是对 没有犯法 then it's ok to go的 如果说你有那个实力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东西 就是 记得今天买股票 在判断走势的时候 不是再凭感觉了的 感觉是可以用在谈恋爱 不好的 明白吗 谈恋爱可以用感觉啦 就说 我喜欢他 for no reason 就是说 我就是喜欢他咯 可能就算你讲说 他有很多不良嗜好等等也好 他很差也好 但是没有办法爱到 为什么 这是感觉咯 感觉来到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但是 做股票 做股票 这个对着 对着一张图啊 你不要评感觉 没有 叫做现实际点 就是我们要的是赚钱 我们要的是赚钱 所以回到 到底如何判断 回调 和这个回跌呢 我们讲说 回调是机会 回调 回调买入 回调卖出 这个东西要知道 回调是机会 回调呢 是风险 到底如何去判断呢 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就派上这三条线 这三条线 在一个死差的话呢 任何的上涨 都是一个反弹的了 so反弹代表什么 反弹就是 那个球你从高楼 丢下来的话 它掉了之后 它是可能还有机会 进入跌下去 当然我不能讲说 它 guarante它100%会跌 但是我们只能判断 它目前是处于一个跌势 so在一个跌势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下跌的机会 高过上涨 代表风险 大于机会的意思 可以明白吗 so 快速教大家 如何去判断 整个东西 so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在一个战士中呢 合理来说呢 你的那个所谓的 这个蜡烛 我们看到有阳烛跟阴烛 白色是阳烛 黑色阴烛 so这个蜡烛呢 是不应该 尸首 这个最后一条线的 最后一条 黑色这条线的 就是31天 不正常情况下来说呢 它不应该尸首的 如果尸首呢 就是不对 这样讲判断不对呢 很简单 so我们来看看下 so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处于一个警察的情况 so在这个位置 是处于一个警察的情况 so警察 任何 只要在警察的情况 任何的叫做 回调 任何的跌下跌 都是回调而已 回调到底 代表说 它还有机会 它意味着 走势的判断来说的话呢 它是有机会 进一步走高的 或者是我们讲说 它 就还有机会的意思 就是 有机会 走高啊 或者是不跌的意思 就是说 since uptrend uptrend的话呢 代表说 脏的机会是高过下跌的 ok ok 那如果说 ok 如果说 你注意到 ok 你注意到 它的走势 开始会失守 最后一条线代表什么 如果说 你注意到 它的走势呢 是开始会 失守 最后一条线呢 代表着 这个时候 你要 叫做 要有心理准备了 就是说 情况不是乐 不是乐观的 就是 我们讲说 医生跟你讲说 叫做 要有心理准备了 那如果说 它这样子出现 它这样子出现 死差的话 那代表什么 如果它会出现 死差的话呢 我们讲说 它已经是 医生已经宣布死亡了 ok 就是宣布死亡的意思 因为死差 就是死差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谈谈一下 到底懂得这个东西 可以如何帮到你投资呢 我先不要讲 今年 我回想起 除了今年之外 这个经典大动荡事件 就是back to 2018年 那其实 你会看到 其实2018年 很多人的投资 就是亏大钱 我们 反正今年 今年很多人赚大钱 2018年 很多人亏大钱 所以我们看一下一些2018年的一些案例 比如说 想当年的这些股票 MYG 关联股 所以你看一下 其实 好像back to在2018年 我本身的话呢 我本身就是 本身被这个叫做 马来西亚 有史以来 第一次变天的 那个打击呢 是非常的小的 就是对我整天来说 我的影响是不大的 为什么 其实很多股票呢 在这个509变天之前呢 已经有提前的 signal了 比如说这个MYG 所以你看一下 MYG 我们讲说 它暴跌呢 肯定是在5月啦 对不对 是在5月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4月的时候 OK 在4月的时候 这个MYG 当时 它在4月的这个 10号这个位置 它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尸首这个 最后一条线了 OK 它已经尸首 最后一条线了 我们讲说 我把最后一条线称为生命线 OK 它是我们的生命线 所以 它在那个 那边已经是 尸首生命线了 代表说它的生命 我一个意思 不讲公司的生命 就是它走势上的生命 已经是有 signal了的 something wrong了的 不乐观了 Doctor来跟你讲说 Hello 要有心理准备了 这边已经跟你讲说什么 就是 这边已经是跟你讲说什么 这个是什么位置 这边是4月20多号 大选前的两个礼拜 已经跟你讲了 4月20多号 已经是宣布死亡了 Hello 已经是宣布死亡了的 So 很简单 已经是宣布死亡了的公司 你很简单 我们讲说 今天 我们很简单 反正我们讲 你的钱是有限的 你的钱是有限的 你可以把钱 两个选择 一个是活着的公司 一个是已经被宣布死亡的公司 这样你的钱是有限 你要在活着的公司 还是已经被宣布死亡的公司 何况是一直刚刚被宣布死亡的公司 你看我们有选择的 你明白吗 很多时候我们是有选择的 是你自己没有去选择 甚至更惨的问题 就是你不懂如何选择 如果你懂得选择的话 这些东西是可以避开的 真的是可以避开的 明白吗 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当时 叫做如何成功 我们先不要讲说赚钱先 如何成功闪过这一轮 可以至少闪过这个没必要的那下跌 可能讲说 队长 当时都没有什么股票警察的 我这样没有警察股票不要买了 拿cash 我们讲说投资一样的 除了买卖 还有就是观望的吗 你可以hold cash 你可以hold first 没有讲说一定要买的 是不是 所以一样的 我们回到今年 回到今年 今年其实 在我选择的时候 我有我的step first thing 我们讲说是的 我是先看technical先 为什么我会prefer先看technical先 很简单 我们讲说 fundamental的公司的确很多 当然什么 而且 每一家公司 几乎都有他的fundamental 都讲自己好 可不可以这样讲 不会讲到自己差到哪里去的吗 对不对 所以这样多这样公司 我就全是有限的 我 叫我问我自己 就是我现在我希望 我快点看到效果 还是慢点看到效果 所以我希望快点看到效果 就是没有错了 对不对 所以我当然就是 选一间 被市场认同的公司 就是市场认同公司 代表说 它上涨的几率 肯定就高一点 比较高 所以说怎么样找呢 这样我就会去找出 它的technical 到底它technical 是不是apprent 所以很简单的 我顺势操作 在叫做 在上涨中寻找做涨的机会 怎么那么样都容易过 在下跌中寻找上涨的机会 所以我很简单 就是如果可以顺水行走 我为什么要逆水行走 今天不是讲说你逆水行走之后呢 我们讲说 物鲨会拍手跟你讲 哇你厉害我 你down trend股都可以赚到钱 我给你double profit profit 不会的吗 对不对 一样的吗 就是你买价跟卖价吗 这样很简单 信心签你买股票的目的是为了要赚取extra income 就如果可以容易 为什么要做到哪难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讲说你生活是太得空是吗 所以说如果可以简单 那我就选择简单的东西 所以说一样的 这样 你问你自己 如果你现在操作的股票 OK 我们讲 technical跟fundamental TA and FA 如果一个是只有FA没有TA 很多人问队长 我或者是 我的股票只有目前 fundamental都OK的 可是technical没有呢 down trend也怎么样 我想问问题 你可不可以找一支 有fundamental 没有technical的票 那是不是解决了你的问题 今天没有讲说 你要跟股票谈出来吗 因为 我不知道你赞不赞成 其实到最后 股市就是我们的一个平台 就是我们的工具而已 那个工具就是 今天example我要去打仗 example可能我在有些武侠小说 那种那种三国演义 我去打仗 我可以骑白马或黑马都可以的 对不对 我可以拿 我去要拿刀啊 还是要拿什么 弓箭啊 这样子 只要我打败对手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我管我 你管我拿是拿弓箭啊 还是拿刀啊 刀拿长拿短啊 还是拿什么 什么刀都可以了 我赢就对了 甚至我空手去打 我赢就对了 你 don't cap out 我到底拿什么 所以一样的 来到股市 你赚钱就对了 所以你就算今天 你不是买 靠开股赚钱 好 你买科技股赚钱 一样的吗 赚钱就对了 到最后 所以说一样的 所以不要去执着于那间公司 而是执着于你的result 才是 你应该执着是你的result 不是你的那个对象 明白吗 所以说很简单 很非常问 有technical 没有fundament 这样 这样你选一个 有technical 有fundamental 这样就解决 就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了 OK 我们回来这边 就是我们来看看下 一般上我在选股的时候 the first step 就是说我会看technical 肯定是买金叉的票 肯定是买金叉的票 买金叉的票 然后呢 可能人家会问 讲说 等一下 example maybe 我们你看technical 有没有办法买到最低点的 对不对 是不是很多人会指着 会讲说 没有的 你不能买在这边 要金叉的 这边才来买 这边才来买的 其实很简单 你要知道买股票 对我来说 It's not about buy low sell high 我觉得buy low sell high 是不成立的 我觉得是buy strong sell big才对 因为你要买股票 你当下买tiden sanar 你要考量的东西 并不是他目前股价低不低 而是他具备不具备上涨的机会 so你要考量的主要因素 是你买入了之后 他具不具备上涨的机会 不是他目前价格低不低 因为低可以继续低 甚至低可以不动 三层嘛 很多股票你觉得他低 买了之后继续睡觉 打个比方 一些理由关联股 我们看看今年一些 我不讲名字 so a bit sensitive 是不是 今年呢 今年就是2001年 股票是要大赚的 你不赚 你去买一种睡觉的股票 是不是 买到了之后 我真的是很可惜啊 就是该赚大钱你不赚啊 明白啊 所以说 again 就是说 it's not about hearty 而是你买了之后 是否具备上涨的机会 可能你讲说 某某基金去买他 对 ok 这样 but 问题是你不是基金吗 你的钱有限吗 对不对 你的钱有限 我的钱也是有限吗 so 我肯定是买的当下 最好的选择 so the first thing 我们知道金差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 first step 我会看东西什么 我会看板块 ok 我会选择看板块 为什么我会看板块呢 很简单 你想想一下啦 今天打个比方 你选 我选择几个板块 let's say 银行股 金融板块 so 今天如果说 你选择操作是金融板块 十字里面 有九字是跌的 那你去买那一只 你觉得那个机会大还是 你去买其中一只金融板块 它是十字里面 九字跌的 那你觉得你获胜的机率高还是低 跟你买入的 是一个 uptrend的板块 就是那个板块的股票 十字里面九字赚钱的 九字都是有机会让你赚钱的 都是在涨的 所以我肯定是买 uptrend的 就好像很简单 为什么今年 我不会去选那种 finance等等的板块呢 ok 所以你看一下 最近这几 我们讲说 back to今年年头的时候 我们先讲说 回顾今年的一个操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金融板块 它 它不是疫情才跌下来的 明白吗 它年头就开始再跌了 哈喽 它年头你就好不碰金融板块的股票 它年头就已经属于 downtrend了 所以为什么 healthcare跟technology 会是我在叫做 4月多的时候 开始部署的首选 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看一下healthcare板块 ok so你看一下healthcare healthcare在这边 我们讲说它今年 4月的时候 是不是 ok 4月的时候 这边已经是金叉了 4月10多号 开始已经是golden cross了 healthcare already golden cross ok 4月已经是golden cross了 technology 这是technology 4月这个位置 它已经是golden cross了 反而你看其他的打个比方 maybe我们看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4月还没有golden cross了 还没有确定 我明白吗 然后我们再谈谈一下 最近这几个月操作 为什么最近这几个月 完全我看都不看 这些股票的 你看一下 他的圈怎样 是不是看了 你可能会答 我的question就是 check或者是队长 captain 怎样看 怎样看代表什么 你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代表 没有走势 是不是 跟你看一下 我focus操作的板块 technology sorry 这是technology technology 是不是 你看 从5月到现在 他的trend golden cross的 是不是 golden cross的 healthcare golden cross的 看到吗 uptrend的 你选那种 奇怪怪的板块 construction 不讲奇怪怪啦 你选其他 不对的板块 是不是 hello down trend啊 brother 下跌趋势 明白吗 很多时候 我觉得在操作的时候 不是他不好 明白吗 不是他不好 而是我需要 set一个制度 就好像 example 如果今天你是公司的老板 你需要set一个制度的啊 你可以讲说 他又会好 我现在没有时间等以后了 是不是 你想想下你的team的那些员工 还是你的团队人 他两个月不perform 你看你炒不得炒掉他 一样的道理的 今天我不碰他 不是我讨厌他 我没有讨厌construction 只是制度上 我不可以选择他 我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 为什么我要选择你 明白吗 可以 所以一样的 就选最好的选择了 你看 这个construction properties 没有trent啊 对不对 反思 所以你看到 我们在一个 大家都在掌的板块里面 寻找一个上涨的 找一个操作对象 那个成功起立肯定大于一个在大outtrend的板块 so the first thing 我会look at 就是我选的股票肯定是uptrend的 就好像maybe if you follow my facebook 所以你应该看到 我会讲我自己本身 这已经不是之前的事情 不是现在啊 你不要现在跑去买啊 为啥我之前买下来的啊 所以你看这些对这些米 全部是golden cross的 你看一下 我的叫做一些 我有操作的那些股票 所以all is golden cross ok 我不是在做什么recommendation啊 我只是给你一个case study which我不是现在这个价位买 我是之前就买下来的 so啊 我我先讲啊 ok so啊 你可以看到全部是处于all is 在golden cross的一个情况 so 全部first thing 你就是基本上 我组合你的票是100%一定是golden cross的票来的 就是说我要操作对象一定是golden cross的 so如果你可以讲说哎 如果他现在golden cross以后 golden cross以后 以后时差呢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呢 呃 我也会把他给他来的 因为很简单的 就算我们讲说你看 呃一些 就算一些workout 在好的players 当他不能perform的时候呢 一样教练也是把他换下场的 so一样的 如果你的股票呃 你的股票弱的时候 you have a choice啊 我不是给你buy sale recommendation 但是you have a choice whether你要让你的组合里面呃 留着的都是 强的票 都是golden cross的票 还是留着的呢 都是debt cross的票 so你自己去哪里啊 这个这个叫做这个分别 所以自己去哪里 so这个是我们会看的第一个东西 那when come to 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呢 我跑不了的东西呢 我都会看的东西呢 呃 看完的technical之后呢 我都会看second thing 就是fundamental fundamental我主要看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呢 跑不了的 我们讲说 一样 can come to fundamental 两种公司 一种是赚钱的 一种是不赚钱的 你选那个啊 我肯定是选赚钱的公司啊 所以我我本身会比较喜欢使用这个website 叫做malaysia stockbusiness 在这边呢 就是他 我觉得他的 呃 叫做他的website 就整理到蛮整齐一下子啊 so你看看一下一些叫做 好像一些公司啊 就是啊 就是啊过去我自己本身也是有操作的啊 那边就是说所有的sector那边呢也是属于警察的 就是first thing 我会先consider的就是first thing 我会先consider的东西就是啊 那个板块钱 从到底目前强的板块是什么板块 let's say目前啊 我答应他就说可能是technology啊 可能是health care啊 所以是想的话 这样我已经是坐载了我要选的对象 就像example今天 我呃可能明天早上 人家问你要吃什么 所以你先选啊对不对 你要吃点心啊 还是你要吃那种面包啊 还是你要吃那种家里面啊 还是要福建面啊 虾面啊对不对 so ok 你讲你要吃虾面 这样我们是不是坐载 ok 你要吃虾面 我们就可以想啊 到底那些虾面好吃 就一样的再选股票 我先选出到底我会偏向你操作什么类型的板块钱 ok 我操作什么 你要知道你讲说 这样的我可能会miss掉 我可能会miss掉其他股票 很简单的 你不能赚完所有的钱了 你赚那些你应该要赚的钱 你赚那些容易赚的钱 所以说我就会先narrow到我的选择 ok 我会narrow到我的选择 就是选择那些 我先判断我会倾向你操作什么样的板块 目前市场在败着哪个板块 市场买单 市场看好 市场看好不是你看好 明白吗 你不要不要用你看好来做讲 因为只有市场看好它才会涨 所以说我们会focus就是说 到底focus哪个板块 然后选出哪个upgrade 再看哪个是fundamental最好的 fundamental好就是以这些 你看这些net profit new high 这种技术是我很喜欢的对象 so I will focus on 这一类型的交易 这样子对象去操作 其实所以很简单的 我make sure我组合下场 就是帮我去打仗 帮我去打这比赛的球员 就是我们打当然是球员的话 我会make sure是最强最好的选择 so 还不好我就把它换掉 不好就换掉 所以说很简单你长期来说你 你买的票你组合你的股票 都是这些fundamental有 net profit new high 然后加上upgrade的话 我我认为你的组合运 真的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真的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ok so 最直接的是我想要表达的 那个东西就是说 很多人很喜欢叫做 叫做讲说参考某某大师 某某世界级投资者 世界级投资大师的策略 但是我觉得 马云相信大家认识 我记得因为我本身是 big fans of Jack 就是我是马云的fans 我很喜欢看他的video 听他的讲座 我记得他讲过很有意思的句话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想要创业 如果今天你想要开 一间面馆 或者说我打会讲一间咖啡厅 咖啡咖啡的那个cafe 你要参考的并不是starbuck 为什么你不应该参考starbuck呢 因为starbuck太大了 他资金太雄厚了 很多东西是starbuck可以做到 你不可能做到的东西 你应该参考的 比如说我是品亮的话 let's go to jost town 我应该参考的是jost town 里面最成功的cafe cafe shop 就是说那个咖啡厅 他怎样从零坐上来 因为他是最了解 就是说他是最靠近你 而且你是最可以模仿的对象 所以一样的vancamp股票投资 我觉得很多一开始就 卖着潮向那种 叫做世界极大值的投资方式 but the thing is 人家有钱 你的钱不够多对不对 我的钱不够多 所以我觉得the first thing 你现在要做到的东西 是ex一个赏户的话 尤其是新手的话 你要做到的东西 是grow你的capital先 那钱没有grow上来 很多东西你是做不 你是不适合你的 所以说 所以我觉得the first thing 要做到的东西 就是先grow你的capital 这样怎么样growcapital 就像我们讲什么比赛样子 你要讲先赢比赛先 就是make sure 你放下的球员 都是最强的球员 只有放最强的球员 你的胜算才敢 所以说 下表达的东西就是 we always have a choice 我们一直都有选择的 是你自己选择 到底你组合你的票 要是强的还是弱的 到底你选的票 要是买个golden cross的 还是买个down trend的 你可以看到 我再给一些examples 有些票不是讲它不好的 我们打个这些case study 我们只做个case study 这只票呢 也是很多人喜欢 会问的一只票 常常会被问到一只票 就你看一下 let's say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 我们讲说 从7月开始的时间 7月开始 它是属于down trend的 跟7月的时候 maybe一些票打个比方 may be rjc y 是不是 so我 你看一个啊 你看啊 一个是在7月的开始的时候 刚刚 你看到三条群线开始开举吧 向上要进攻 一个 是在7月的时候 跟你刚刚全部向下穿死差 so你选择那个 明白吗 so again 有选择的明白吗 so 呃 我的方法就是 我尽量 我讲 我觉得我前置有限啊 就是我前置有限 我就是尽量的 把我的资金 park在 叫做最后 两个fundamental 我没有fundamental 跟technical 是我的前置有限 与其选择一个有余的对象 不如我把它都放在 没有余的对象 ok so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啊 一个case study 甚至是我们看看下一个这些 是很很很多 很很喜欢问的 我不明白啊 ok 那我尊重啊 每个人的每个人 每个人投资策略吧 今天是啊 叫做我的sharing 的一个section so我就需要说 为什么我不会去碰 这类型的票 again 不是我讨厌他 ok 不是我讨厌他 而是 在我的制度里面 在我的选股策略里面 那这一 我 因为我觉得我的钱是有限的 啊就是我没有他们没有那些大卡有钱 so 竟竟然叫做 竟然叫做需要选的话 这样竟然都要投了 为什么不投最好的选择呢 ok so这个是呃叫做我我想要share的东西 ok so现在啊 sharing 现在是q&a section对吗 嗯 我们可以进入q&a section ok来呃我相信我已经share了一个一个小时 so我们来看看下有什么呃朋友呢 有什么q&a section so welcome啊 欢迎就大家把你的问题呢就放上来 so啊我们接下来呢都会umper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ok的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股票队长 check的话 可以把你的问题写在我们的呃Q&A的box里面 我们会尽可能呃 回答越多越问题也好 那我们呃首先第二个问题就是呢 队长你可不可以点评一下我们的那个中止的板块呢 ok可以啊中止板块 so我们 again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lantation啊 我相信这个事也是因为那个最近那个cpo走高 然后 呃 然后就是很呃很多人有机会去注意他一下中止板块 so其实很简单的 那我们来看看下这个中止的那个板块 首先我想要给 before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啊 尤其是新手啊 很多很执着的东西就是什么 他总是希望自己可以买在最低点 说他总是希望最好就是我买的价位就是超低啊 就是最低点 but the thing is 刚才我们已经提过的东西就是 你买票不是要买在低点 而是买的时候考量他是否有具备上涨的机会 因为在我的那个操作里面来说 其实你刚刚我讲的就是我 我是focus on一个啊 buy strong sell week 的人 ok buy strong sell week so我们来谈谈一下 因为我before我回答这个 我需要给你那个概念先啊 我们讲说 投为一个up plan 如果他是一个up plan的话 这样合理来说 应该涨了之后 回调再涨 涨了之后回调再涨对不对 这才叫涨嘛 就好像我们讲说 投为一个好的马拉松选手 那如果说他是一个好的马拉松选手 可能他前面speed up 前面的叫做5km 他是保持一个很快的速度去跑的 然后第5km之后 可能他要开始身体上会进入一些状态上的调整 他可能第5到第6km他会受到一点点 可是一调整好之后呢 他第6km起呢 又继续的跑了的 那一样的 如果说 他只是跑前面的5km很快 过去翻炸了的 之后就不能跑了 就要叫Ambulance把他载回去了 就不能完成那个42km的马拉松的话 这样他也不是个好的选手啊 那股票也是一样的 如果他是个好的股票 他涨了之后 他回调 他接下来应该是有绝账的 因为我们 I believe everybody is not looking for 这样子的高的吧 对不对 我们希望买股票是这样子涨的 而不是bom finish 相信这个也是没有意思 也no point 你去操作 也不符合了我们叫做 顺势交易的那个理念 所以说 这就是我想要大家要明白的东西 就是 when you 判断个trend 这个是你需要看到的东西 那回到 这个种植板块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种植板块呢 目前是属于什么位置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他目前的 是 frontation的这个 叫做他的板块呢 是回到了这个叫做 sideway 比较偏向sideway的 然后开始可能进入调整的位置 所以接下来我会关注的东西是什么 我会关注的就是 他能不能 OK 我们讲三条线 1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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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2 23 23 22 23 26 23 23 24 分分都不约而同 不约而同 释手了 EMA31的位置 是你要去注意的一个风险的位置 要深调注意一个风险的位置 但我不能讲说 我不是给任何的buy sell recommendation 因为 again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那个 操作策略 所以我讲说 当他释手这个位置的时候是风险 所以你自己判断说 你是喜欢风险的人 还是避开风险的人 然后你自己去哪里 好的 那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有好几个也是问着 大概同样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队长 你选EMA然后不选SMA呢 然后为什么是 是21 30亿呢 30亿代表什么意思呢 OK 其实很简单的 to make the long story short 好像我以前开始学股票的时候 我记得back股 应该是我2013年开始 就是我去市场上上一些付费课程的时候呢 但是当时基本上都没有人使用 很少很少人使用EMA的 多数都是使用 SMA的 Simple Moving Average 这是很多会看到的那个 叫做的策略方式 那我以前也是一开始也是使用SMA的 然后 to make the long story short 就是 EMA会比较sensitive 然后EMA会比较精准 比如说我个人的那个在使用了一个SMA的user for maybe 至少 since 2012-13年开始用到用之后到2016年开始我转去用EMA之后呢 我发现到那个精准度和那个效果会更好 so to make the long story short 就是EMA会更加精准 然后14天 21天和31天的原因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叫做我一个前辈教我的 然后我之前也是用过 然后我觉得说是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可以考量的一个参数 但参数呢 这个天数呢 应伦而已 他没有讲一定要多少的 就是应伦而已 那今天呢 since叫做是一个sharing的section so我也是 去个我觉得是过去 我有时间过 我也是觉得用了不错的一个策略呢 来给大家做这个今天的分享 好的 那接下来呢 队长 如何可以分辨真的breakout跟假的breakout呢 这是来自我们关聖的朋友 ok breakout其实我们要看breakout其实有分theory的 这有点out of今天的topic 但是我可以还是可以share so breakout呢 基本上呢 我们会看几个东西 所以我们讲说典型 可能一些新朋友就是不知道什么是breakout breakout简单来说呢 就是在technical里面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他上的时候回调 然后这样子 就这边是前期主力 先是前期主力 so在这个位置 ok so就based on technical的话 当这个突破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一个买入的一个点 就是一个买入的一个介入点 那在breakout的时候呢 通常如果你要比较稳的话呢 我们会注意什么东西呢 我会注意他是否有出现回酬确认 我们讲回酬就是是否有回酬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在这个位置呢会我会使我关注的一个位置 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和比较容易去判断的一个点啊 就是说给主你时间给主你机会去去做他的这个breakout之后的 接入的那个机会 所以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的话呢 有一种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他breakout 就是他是一breakout 在这边旁边这个位置 增住的啊 这种我也是个人会比较啊 我比较喜欢去操作的对象 那 如果判断增加breakout呢 我们会看就是他breakout之后是否会不会 第一就是他不会跌回去这条线啊 就是你break了之后你不要跌回去这条线啊 第二个就是说 他是否能 sustain在他breakout的那个位置3%以上 3%或以上 所以这是给我个人作为一个参考的位置 就是说他breakout之后 类似他这个位置可能是1块钱 那这个位置 他是能不能sustain在1.03的这个位置 so这个是我的一个判断方式 嗯 所以如果一breakout过后 你会去追吗 还是你等他回调到好像3%以上后才进场呢 ok so基本上呢 那就要回到的东西就是 我的那个整 对那只股票当时的部署格局是怎么样 一般上when我在做股票的时候呢 我本身不喜欢太多仓位去买 就好像我们每次听他讲说 某只股票你当跌的时候啊 跌一点买 跌一点买 跌一点买啊 然后啊 我买了五六仓这样子 呃 因为as a 一个remise 我知道这个对于一些高手来说 是肯定是也做到 因为他们有经验 他们知道怎样去做 but你对于一个新手来说的话呢 他 你跟他讲说跌买 他讲说怎样叫做跌买你 我都不会 我就不会啊 而且你叫他买 反而分到五六仓他会很乱 所以I believe less is more 少做就是多做 so我个人呢 呃我会先判断 叫做如何叫做分仓买入 一般上我会分两仓而已 我最多是分两仓 我觉得每里的操作 short and simple很重要啊 so我们讲说那些一支股票是break out的 呃我换个图出来 so通常呢我买的位置 first part maybe before break out ok我先讲那三个点出来 就是说 这是point one 第一个点 就是说回涨点 ok point two break out ok point three ok point three回撤 这个位置 so这个三个点呢 会是我在于一支股票的介入点 的介入点 so很简单 如果说 let's say example 我如果我的仓位 我在这边就已经买了的话 我在1.1就已经买了的话 这样这个break out的时候 我就基本上不去注意啊 为什么 很简单啊 就是我在这边买的话 基本上当他break out的时候 无论他是真的break out 还或是假的break out 我这边买的仓位 基本上 either是赚多或者赚少 我在1.1买的位置呢 基本上 我一个是赚多或赚少而已啊 我为什么要去冒那个 多余的鞋呢 除非他回头确认 这样我就会再去加多 加长 做那个加长动作 那如果说 他是我这边没有买 因为我看到这个 又是个很好的选择 有technical 又有fundamental 两个都有的话 叫我这边去买 然后我会关注 他回调 是否有回调 现在在 骨头拿长当心 因为你要知道 在1跟2point买的人 有什么分别 point2break out买 是很多人使用的 but the thing 也就是说 在break out买的时候 你当下的介入 你可以是赚钱 你可以是亏钱 你会either赚还是亏 but如果我有办法 在point1买的话 当这个point2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point1的产位 either赚多 或者是the worst 跌下来的话 就是赚少 the worst case 在第二货 可能我会平手 或者是最严重 小推离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那个切入点 还是很重要一下 所以说如果说 我point1买不到的话 我point2会买 然后我再等 看point3 有没有那个所谓的 那个切入点 好的 那队长 我下一个问题 是来自分 所以我想问看 队长同不同意 这些技术分析的图表 都是给一些 大咖来操作 来画给你看的 ok 这个是个好问题 就是说我们讲说 叫做很多人会讲说 会有个concern 讲说 这些technical的 会不会是 那个大咖 货给你看的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说 不 as一个散户 我们真的不 我们讲大咖 庄家 或者讲庄家论 那你知道一只股票 里面有多少个庄家钱吗 答案是不知道的 对 你不知道我 也不知道 我说可以很多个庄家 甚至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需要去care 我觉得the thing你要care的东西 不是到底那个 那个到底有没有庄家 还是大咖货给你看 but the thing你要care about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work不 work 所以说我们讲到 我今天没有叫你买那种烂抽 或者叫操作那种烂抽股 我不是讲bloodchip 我讲是烂抽 就是很烂的烂 很臭臭 不是操作那种烂抽股 今天就是我想要表达东西 就是 use technical to trade fundamental stock use ta to trade fa stock 因为fx stock is good but you don't know how to trade it you will still lose money so今天我们就通过technical technical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好 让我们做到风险管控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知道你到底在什么位置买入 所以打个比方一些位置 可能我不会去追的位置 就打个比方离线 然后我们讲说 我们尽量靠近这均线的位置买 而不是离线的位置买 那离线就是比较高 所以我就不会去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用那个technical的东西 而且你讲说画图的话 如果我装一个是一直 好像我过去有操作的 i don't mind你是有人画图 因为因为我赚钱嘛 对不对 我我我都没有人画图 重要是赚钱 ok so i hope i answer your question so you see it's not about 那个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叫做装家还是在里面 因为这东西不是在我们能力 去知道的东西 but你要知道东西就是 到底那个method 对你来说work to work so it's 我觉得到就focus on你自己的理造 it's not about那个 就好像我们讲说 今天你应不应该吃素 这东西很很很很很 真论性的 对不对 but at the end 就是说你觉得应该的话 这样你就 it's good for you 的话 这样你就go ahead so 就是每个人每个人立场 但是我想表达的东西是说 到最后那个东西 如果说是work for you 的话 then又不是犯法的话 then why not 好的 那请问队长除了EMA之外呢 你还有有用什么技术指标吗 来自我们tech化的朋友 因为今天毕竟是一个一个小时半的那个sharing t-shirt 我本身还是有用着其他的技术指标 但是我主要呢还是EMA为主 所以我主要呢还是那个EMA为主 我觉得technical不用看到太多 因为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讲说什么东西都是由简单到复杂到到回简单的 好像我以前开始学technical的时候 我只学一些简单的东西 then after that 就觉得说要看很多东西 我technical就指标开了很多 其实我发现为什么我可以看很多 因为我不够信心 因为只有你不信心你才要意识要接这个 那个接到完吗 正常的如果你是新手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来的 就都不用不用觉得害羞或什么的 因为我也是曾经像你这样啊 就是也是曾经经过经历过这个东西 然后到最后你一定会发 你会发现到东西就是 因为technical at the end of the day is about price and volume so 如果说你懂得看 就是说price and volume 你understand它的重点的话 这样基本上你看到indicator 真的不需要太多的 然后我even我自己本身 我的chart mainly 也是focus一个EMA 然后就是看candlestick 看volume I think it's good enough 好的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来自Angeline的朋友 就是好像我们在大马的股市 有大概有一千所的上市公司 那可不可以demonstrate一下 我们是如何应该screen到那些 有趋势的公司 如果screen down again 就好像刚才我有提到东西 就是说 其实这个刚才在我们的内容里面 有提到的就是 first thing 我会looking at sector 先 就是说我会看sector 到底目前 有什么sector 是比较强的 好像这样可能讲说 我不知道sector 讲其分辨 像你其实你看我本 你可以使用 比如说你开任何 你可以去开你的trading platform 或者是这个experience 也是可以啊 就是说我在这边 unsector 所以我就会 你就会去找出来 construction consumer energy healthcare finance plantation property read technology telecommunication 所以我就会去 开出来 就是开出来 就是说 examples 可能construction 所以好像现在这些股的话 就这些sector 为什么最近几个月 不是我的选择对象呢 energy 对不对 很多讲石油 这样子 so energy都没有trend 对不对 没有trend的话 这样就不会 成为我的选择对象 然后从这边 好像transportation so这些就不会成为我的首选对象 so我会看的东西呢 still我会看sector先 so再从sector里面呢 再做那个分析 比如说找那些profit很好的啊 那些东西 就好像找technology的话 这样我去找出 到底technology 随随那technology的话呢 那个叫做profit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再配合看他的technical so看sector先 看sector是说 sector是就是说 你看sector 基本上你已经提前 fielder了很多东西了 像我看sector的话 我就知道说 我要选择对象 就是那几个而已啊 嗯 所以从板块开始下手啊 对对 那队长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来自 遮线啊 遮相OK 啊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应该 Cut loss呢 OK Cut loss的东西呢 我我 again啊 we're talking about Cut loss的东西呢 OK 哇 这个问题有点模糊啊 因为受到我大概讲讲下 关于Cut loss的这个 呃 情况啊 so 一般上我个人认为啊 做股票是很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 就是说你必须在对的时间选到对的股票 so 跟你谈恋爱是这样一样的啊 就是呃 let's say你交一个呃 男朋友还是交个女朋友也好啊 so 你们在一起应该是每天开心的吗 对不对 应该是每天开心啊 就是很很是这样很幸福的事情来的 像如果说你呃 你可能觉得对方很好 可是你在天在一起每天哭的话 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选到的是一个 可能 就算 就算他是一个好的对象吧 你在错的时间啊 就是 不应该是哭的 说股票一样的 我觉得你买到一只股票 如果一直跌的话呢 that's something wrong man either你买点不对 或者是你选的对象不对啊 就是一定一定是操作上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所以 正常来说我觉得 你的操作一单操作的亏损不应该是操作 母股啊 母股的操作 亏损是不应该超过8% 7-8%是一个 已经是我对我来说是一个 一个 准了一个位置啊 就是说 你会买的话 合理来说你的亏损不应该超过8% 这样如果 因为很多人会很执着的东西就是 对象啊 等一下我打个比方 我随便开支票啊 就是 就是 Case study啊 可能 我打个这 我不是不是讲好像你笑更定啊 就是 这些 例子 so maybe 那些你讲更定 可能讲说 哇 对讲 那些我卖2块1的话 我买2块1的话 等下明天rebell去215呢 哎呦我少卖5分钱了 这是很多会 会叫做 我 放心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想要知道的东西 但是我想要知道的东西就是 今天我卖的票 我不是在于那个5分钱 而是在于我在避开一个不确定的东西 就是说 我 如果这个5分钱可以在下一个位置赚回来的话 或者我是不会去care about那个东西啊 so when我cut的时候 我是都是 我自己本身都是直接cut的啦 因为我 我想要知道的东西 我想要换的东西 就是当那东西不对的时候 不对就是不对啊 在不对的时候 ok 当你选到一个不对的对象 当你持有一个不对的对象 whether你卖2块1 或者是你卖215 这个都是一个对的工作 你明白我的事吗 so 就当你持有到一个错误的选择的时候 不管你是卖2块1 还是卖2块2 那你这个止损的动作都 Hello 有 对 队长 你的线好像不是很好啊 诶 你现在听到我声音吗 现在听到 看到我外看团圈 没有行 你外看突然间 像欧师啊 对的 我为什么会团圈运气 particulary 不好意思啊 technical技术 ok 小四小四 诶 突然间没有写的 可是你的screen还有在啦 只是你有wacom 好 我waco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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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 你可以读那问题啊 所以我看我还是可以 我们可以继续啦 只是看不到你 年轻帅气的脸 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呢 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呢 那队长请问你 我们可以如何在价钱大跌 突然间crash之前出场呢 大跌之前啊 等一下 其实我觉得好像最近的那个 我本身对最近的那个判断 很多人讲说是 我觉得像今天出现那个情况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把那个 不承认在那一方啊 赖在安华 就是赖在首相啊 but we're talking about 那个整个操作的话 其实你要知道 很多股票今天的跌 不是安华弄它跌的 安华没有那个力量弄跌 这样多是股票的 很多股票本来都开始转弱的 很多股票本来就已经是开始转弱的 我们来看一下 Let's say我们的KLCI 那KLCI各位朋友 你看看下其实KLCI 哈喽 这边 这边最近一次失守是几号 8月25号哈喽 8月25号哈喽 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 KLCI 那个doctor已经跟你讲说 something wrong了的 已经是something wrong了的 明白吗 所以不是今天你才怪 讲说我本身也不是 我不是在support安华 I'm not a fan of him as well so 我现在要表达的东西就是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ok 先检讨自己 而不是寻找一个理由 去合理或你的mistake 这是我觉得 在做事情的一个态度啊 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先检讨自己 而不是去找一个理由 合理或你的mistake so 我们试试看一些其他股票 let's say 可能很多人比较 关注的一些对象 我想想想想 maybe glove 的板块 ok top glove top glove 也是开始叫做 你可以看到 他不走是开始进入一个叫做 我们可以讲说 目前他一个短线的上升局 已经是结束了 就是开始进入一个调整的一个 我不知道是调整的下跌 但可以告诉你一个东西就是说 那个up trend已经是 已经是 weak了 他已经是 weak了 我当然会不会逆转我不知道 等他逆转哦 我也希望他逆转啊 就是因为也不好 就是说他不逆转的话 很多人会亏钱啊 so 你看下这些股票 土套股啊 这些 或者是我们讲说可能一些小型的股票 这些 so 等等你看这些股票 你想说今天这只股票是今天跌多少percent 今天跌一个12%啊对不对 从我蛮多一下 就是从32 cent close side 28 cent啊 跌一个12% so 这些票不是今天才来跌的 它是这边就有signal了 各位朋友 这个是几号 9月10号甚至我们讲一下 可能讲卖一句啊 可能是今天就跌上 so hello my eg my eg的时差 这边就已经是 然后9月8号就已经有signal了 对不对 这些关联所所谓很今天 跌的比较多的一些股票 你看 dsonic hello 这边 喂 8月10号就已经是something wrong了 都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 最尴尬的事情就是 let's say这只票 这一边已经是一个风险signal了的 然后你现在还来问我 诶 这边要怎样处理啊 so 其实我真的很难回答你 有我就是example 这边你应该要避险的 你应该要避险的位置来的 但是你没有避险快事前 so 今天1.05元 你问我怎样 其实我也想问你你想怎样 对不对 所以说 因为我很难去回答的 因为总是在这个位置 该避险的位置你不避险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你很尴尬 你觉得可能便宜了我 等下你卖你会怕涨我 你不卖 他要进步贴给你看 所以你卖还是不卖 是不是很尴尬 so the thing 也就是如果可以为什么 当初一开始有风险讯号的时候 你不提早做一个解决呢 again 我们讲说 今天我不因为我叫你执着 于任何对象 而是叫做当不叫做 而是你的目的是要赚钱而已 so 你管你是买A股赚钱 B股赚钱 C股赚钱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的portfolio growth 才是你投资股票的 final目的 好的 那请问 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请问 队长你这个EMA的策略呢 在Warrant 就是评单上面呢 能不能一样操作 OK 好问题啊 这是个好问题啊 一般上我们不会用 technical直接套在Warrant Warrant的话呢 我们都会看母股走势 因为Warrant基本上就是 叫做你是杠杠那个 叫做一个 它是一个杠杠的工具嘛 就是说你本来想买母股 然后你觉得母股贵 你就是买它的品单 可能母股的价格比较贵 所以买它的品单 那到最后 Warrant它还是以母股的走势为主的 所以说你要参考 而我这些策略 其实不只是EMA还是MA也好 我觉得当你在操作Warrant的时候 你要看的对象 分析对象不是Warrant 而是母股 所以我们讲说 就看母股买品单 或者看母股操作品单 就母股突然不对 你的品单也是好手闻的 因为它不可能是母股关键 大涨20% 然后品单不跌给你看 除非你妈不对品单 看妈妈才买孩子 不要看孩子 对对对看妈妈 妈妈去哪里孩子跟哪里的 对对 那接下来呢 这个好像你这个EMA setting 是你觉得用在 hourly chart 比较 accurate 比较精准还是用在 day chart 比较精准 我本身会比较多都是用在 day chart 或者是 weekly chart 我个人 OK 我个人我觉得 focus on 顺势操作 我问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可能你是 day trader 还是什么 因为我也是常困 就是说很多年轻 我不是问这个问题人 是年轻人还是什么 但除非你是有经验的投资者 我觉得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 focus on 顺势操作 顺势操作会是最赚钱最适合散户 最赚钱的那个策略 因为我看了很多 我看了很多 就是毕竟我本身也train过 你知道这几年也train过超过2500名人 加上也是remister 我实在在看着那些人的portfolio 真的到最后真正赚钱的都是顺势操作 那些 我讲这句话是很笨的 一句话 问问我是remister 我是remister 当然希望我的client 最好你每天杀进杀出 但是如果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 以客户赚钱为我的那个目标来说的话 真的到最后做trading 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 而顺势交易是比较适合多数散户的 因为多数人都不是fulltime since你不是fulltime的话 你就不要用fulltime的方式去做投票 除非你是fulltime trader 好的 那我们已经10点了 谢谢股票队长为我们今天带来非常精彩的演说 还有很多故事 还有比喻啊 让我们可以当中学到 操作股市的一些精华 OK 今天很开心呢 我们可以邀请到股票队长 Chak 为我们分享 如何可以看趋势 来分享他的策略 如何可以建立一个盈利的组合 希望各位散户呢 都可以战胜马股 在马股创造盈利 创造财富 谢谢队长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也谢谢各位 今天晚上出席 我们今天的讲座会 我是Shen Chu Signing off 我们下个星期一 再见 Bye Bye See you Bye